作詞彌 作曲 李宗盛 陳族 李宗盛 我知道你有份管理的IG頁 是關於精神健康的 可否再介紹更多的細節 我們的社群網站大部份 都是關於情緒病例如抑鬱症或焦慮症 希望更多人可以認識這些病 希望更多人可以理解自己 自己正在經歷的情緒問題 甚至可以如果朋友有這些問題 學會怎樣聽他們的訴苦 我看到大部份都用過很多顏色豐富 很色彩的畫 還有剛才跟你在咪後聊天 你都很喜歡動物 你選動物是否有關乎出帖子的技巧 一來有趣的動物會吸引到人看 二來有時動物可以代表到 類似病徵在經歷的事情 例如我畫這個白爪魚 它就會像一個很緊張的人 緊張的時候突然噴出了墨 好像很亂 然後這個水策的帖子就是講驚恐症 就好像水策握著石仔去集中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遇到驚恐發作的時候 就可以握著一件物件 就可以集中 不要想著煩惱 我們很多時候找這些題材 在一些心理學的網站或專欄上找 但是很多時候就會用比較難的學術語言 或者是英文 可能很多人就未必接觸到 希望用廣東話 或者一些簡潔的語言 就可以多些人認識到 Candra 讓我們試一下就學生經常會面對的一種精神健康問題 我們畫一個帖子出來 想不想到有些甚麼可以讓我們一起畫 很多時候遇到一些煩惱 我們就會將這件事不斷地誇大 譬如我是中學生的時候 一次數學測驗 成績不是那麼理想 我就會想 糟了 我這個不行 我期末考試也會不合格 然後我進入不了大學了 將來沒有錢讓爸爸媽媽 就不斷將事情滾大 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就會忽略了一些客觀的外在環境因素 就很執著於你這次覺得不開心這件事 當你不斷重複這些思想的時候 你就會慣性地想出來 所以就叫做自動化 負面自動化思想 嗯 好 我多數會用動物 就因為它避開去用某個性別 或者某個樣子去標籤化了那個病 大部分的設計就是在那個蓋上 有一隻公仔 然後很大隻字地寫著那個病 這樣就可以讓人在IG探索 一看到覺得好奇 就可以按進去看 然後裡面可能一版就會說一個病症 或者一版是說有關這個病的一些 謎和事實 希望是簡潔 但就可以吸引到人的好奇心 那可能他自己會再上網找一些專欄 就可以再了解一下這個病 所以我們類似是一個介紹 讓他們認識這個病 有哪些訊息或留言令你很深刻的印象 試過 有些就說自己有些很不好的經歷 我就不說那個經歷 是甚麼 那他就說我沒試過跟別人說 他跟那個家人說 但他沒有跟朋友說 但家人就很反對他 就覺得他很無用 身邊又可能沒有甚麼朋友 就唯有匿名跟陌生人去分享 很多香港人都有這些問題 好像有很多東西握在心裏 但說出來不知道誰會聽 一開始做到有多些人追蹤的時候 就開始接到這些信息 都挺意外的 不期待到大家都覺得我們有這個能力去分享 嗯 好了 Sandia 大家都完成了準備出post的這幅畫了 我先問你 就是能否解釋一下 為何用一隻紅色的變色龍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些負面自動化思想的時候 譬如不斷放大一些不開心的事件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流汗 或者表情很害怕 可能會突然間心跳加速 會有這些身體的反應 就好像變色龍害怕的時候 突然間變成紅色或者橙色 這個呢 其實我設計了一隻龜在跑步 但是跑步機是一個 你知道城市人經常會做健身 都是不斷的像一個循環一樣 我就將這兩樣東西形象化了 就是它在跑步機上 有一個負擔了很多的人 又有一個烏魂 但是立畫和出post 一直以來有沒有幫到你 去舒緩自己的情緒 開心 我在中學的時候 也是很著緊自己的成績 真的很擔心 譬如 測驗突然考得不好 之後就很緊張 在廁所裡不斷哭 我的手抖 又無法呼吸 之後好奇就上網找 其實我這些癥狀是甚麼來的呢 可能是驚恐症發作 聽到這個字之後 就可以將我正在經歷的東西 給它一個名字 好像比較容易刻薄 它不是一樣很抽象壓抑我的東西 其實我發現原來知道這些名字是有意思的 到現在大學有多些時間的時候 就希望可以做這些post 讓更多人知道原來是有這些名字的 然後我有機會是可以克服到它 例如以前有很多不開心的事 有時候就這樣說在心裡 但是當我出這些post 我去鼓勵別人要跟朋友談判的時候 但如果我自己不做 我自己相面 所以自己會多了邊策自己 你真的跟朋友說 那是幫到我很多